两个空间 仰阳曾对亚兰一往情深 被迫与亚兰分手后 杨阳通过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家小公司 当再次遇见亚兰 杨阳无畏杂沉涌上心头 随口回应亚兰自己没有女友 而导致一直渴望拥有完美情人的亚兰 来到现场向她告白 因一时冲动而心怀歉疚 杨阳让自己的女友 陪着多年的兄弟袁庆来到舞台 试图让亚兰放下旧情 与袁庆好好生活 而亚兰在明白这一切后 能否放下自己任性的冲动 亚兰和袁庆之间尴尬的恋情 又将何许何从 你看你了 她不可能带你走的 她已经走了 她领的是她的女朋友 你们为什么要我去我来骗我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老师可以留点时间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想跟她告白是吧 我做做什么要骗我 我不做了真心爱一个人 亚兰你愿意接受袁庆的告白吗 我先站在这儿 亚兰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能转过来吗 亚兰这边这边这边 其实我最懂你 你心里啊一直有洋洋 但现在呢 你尝到了一个什么自己那样的苦果呢 当时你怎么甩的羊羊 羊羊当时被你甩的感受就是你现在 但是我没有骗她 我还是爱她 我是因为看不到未来 我是被逼无奈 我才跟她分手 不能跟一个无所吃吃的人 我问你我问你我问你 我问你 你别哭了 羊羊走的时候说了一段话 你可能没听太清 羊羊说其实我跟过去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是你和竹子唯一不同的一点就是 竹子包容她的这些你所谓的不上进 那我想请问一下你 同样是两个男人 羊羊不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她跟竹子走了 而圆庆能够包容你的缺点 那你到底选择哪个男人 包容就一定是爱 那你 就要接受我 你连包容都没有 那还叫爱吗 爱之后才可以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是万万不懂什么叫包容的 我当然不希望你一定跟袁庆在一块 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尊重袁庆